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所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能够起床 能够身体健康 那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 以及祂的陪伴 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神的话语 一起问其他都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 可以有机会呢 更亲近你每一天 都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把一下的时间 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子 我必不至于缺乏 这个经节呢 告诉了我们 主耶稣是我们的牧子 我们一定不会缺乏 牧子的意思呢 是什么呢 就是管那些阳情 而我们的牧子的牧子的牧子 然后呢 牧羊人会每天引导羊群 到青草地上 使羊群呢 吃饱 而非每隔一周或一个月 才牧羊羊群 因此呢 羊群必须天天依靠 他们的牧人 所以你不能够说 哎呀羊啊 给它吃饱一点啊 明天就不要送它来了 不行 每一天 牧羊人就要带着太阳 咩咩咩咩咩 到青草地上 给他们吃草 相同的 耶稣也是一天一天的 引导我们 使我们饱足 但因为人们常常 期望神 一次喂养一周或一个月的书 因此无法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应当期待神 吃给我们每一天的饮食 圣经中找到了 每日与神同行的例子 当一世列人离开埃及 行经旷野的时候呢 神每天供应他们麻纳 如果有人处以贪心 受了两天的麻纳 就会生虫变臭 不能够吃了 圣经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我们的热热的饮食 经日吃给我们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 因此我们早晨醒来 为着当天的需要祷告 然后呢 就可以在神每日的保护里 安息 然后一位牧师叫做 焦之牧里 是著名的孤儿的自父 且是祷告 得好榜样 他收到诗篇六十八篇 第五节 神在他的圣所 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神 圣燕者 所启发 便开始了孤儿宴的施工 他依靠神的话语和祷告 每天为保三千名孤儿 他在自传中写下 神永远供应我们足够的需要 但他从不一次供应我们 两天或三天的分量 靠着神的恩典 目力得以照顾这群孩子们 他们甚至未曾饿过一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为了自己的环境 而感到费心 主是胜过一切环境的主 没有人能借助忧虑 使自己长高一尺一寸 我们就像是一群羊 因此我们每天都要说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我必不质疑 切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来吧 来到主的怀抱 求主帮助我们 我知道可能你有很大的压力 可能在经济方面 有受到很大的压力 以及很大的问题 但是记得 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母子 来到祂的脚下 默默地祷告 求祂帮助我们 让祂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 开一条路给我们 祝福我们 牵连着我们 让我们走过我们的难处 因为祂是好母子 祂永远不丢弃我们 祂永远不让我们失败 而且费心 祂的爱是敞阔高深 祂是我们的母子 祂是我们的神 祂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好 我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 祂是我们的好母子 祂一定会带领我们 牵领着我们 我们必不及切法 因为祂是供应者 我们爱你 我奉耶稣给你祷告 阿弥 只因我路 与我同在永不离开 主啊你 舍弃了自己 是我的满足丰盛 主啊我 拿什么来报答 唯有将确认 献上给你 唯有此生 爱你不予 献上自己为你而活 我愿一生 跟随到底 无论是到天涯海角 唯有此生 爱你不予 献上自己为你而用 我愿一生 我愿一生 跟随到底 将你的爱 变成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